让草稠的身体 不窃息 直到我们 看见不息 弟兄姐妹平安 早晨让我们一起来追求神 我们的爱慕单单属于祂 我们的爱单单属于祂 让神早晨也透过我们的敬拜 祂也享受到祂儿女对祂的赞美跟爱戴 我们一起来敬拜 祂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渴望的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借慕祢 淡淡寻求祢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爱祢 敬拜祢 让祢荣耀 充满权力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借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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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寻求祢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爱祢 敬拜祢 让祢荣耀 充满权力 神 神 爱祢 耶稣 神 爱祢 耶稣 我爱祢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 神 爱祢 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Oh 我爱你耶稣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千事 切勿力淡淡寻求你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体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Oh 我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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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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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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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初级一样 主啊 停留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 让我们早晨 单单就这样敬拜 深深的敬拜你 愿你的心得着满足 主 赞美你 愿你早晨再来带领我们的生命 时时刻刻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这样子祷告 奉靠我主 基督宝贵得生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跟大家思考一个主题 就是有喜爱 都喜爱 还是为喜爱 我们再次一起来看 诗篇第一篇 一到六节 第一节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漫人的座位 为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 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 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匹被风吹散 因此 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 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昨天我们提到 不要与恶人 罪人 泄漫人为伍 不要被他们同化影响 那么 我们当被什么塑造呢 我们当被神的真理塑造 我们或许有拒绝错误的影响 但可能却没有建立正确的影响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谈到 为喜爱 这是一句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的提醒 因为人的问题 往往在于 或许会拒绝 或许不从 不站 不做 但没有 为喜爱 我们可能是 有喜爱 神的律法 或真理 但没有 为喜爱 我们觉得 神的真理不错 但不是唯一 我们也或许 都喜爱 昏述不济 什么思潮 都接受 什么东西 我们都看 这个观念不错 那个也可以参考一下 弟兄姐妹 让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到底是 有喜爱 真理 还是属神的 属世的 我们通通喜爱 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 要成为蒙福的人 为喜爱 神的律法 神的真理 哥林多前书的 十三章 第六节也说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喜爱 这一个字 不光是指高兴 它更是指 心愿 渴慕 我们必须常常 检视自己 我们是否 渴慕 喜爱神的话语 我们是否渴慕 喜爱神的法则 或者 我们常常感到厌烦 我们不想听真理 我们认为 那只不过是我们 众多参考中的一项 提摩太后书 四章四节 警告我们 他说 因为时候将到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 自己的情欲 增添 好些师父 并且 言而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提摩太后书的三章 十六到十七节也说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昼夜思想 是圣经里面 所告诉我们 喜爱律法者的 基本动作 这里所表达的 就是让真理来建立 我们的思想防御系统 好让我们产生正确的 信念 哲学 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 造就我们的 蒙福人生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九十七到一百零五节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 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的脚 走一切的邪路 为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点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在我上唐 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许多人的问题在于 他喜爱神的律法 也喜爱世界的想法 甚至听信许多人的言论 自己以为对的道理 弟兄姐妹 我们塑造自己生命的 唯一的方式 没有别的 只有神的真理 这就叫做 诗篇119篇105节 说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从不从到唯喜爱 它原来的意思是 不是而是 这乃是我只有一件事 的意思 而那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喜爱神的律法 昼夜思想 使我整个人 从思想改变起 影响到我的价值观 抉择 生活形态 直到一生 就像在真言四章 二十三节 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所说的 所思所想 要谨慎 你的生活形态 是由你的思想 铸造的 圣明记六章 四到九节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 戏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 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弟兄姐妹 你是否如此的 为喜爱神的律法 不分咒业 都让他来护卫你 如果是的话 那么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诗篇 一篇二到三节 我们这几天 一直读的经文说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 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 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我们一起来祷告 首先第一个祷告 让我们反省自己 我是有喜爱神的律法 还是属神 属世 都喜爱 我要 为喜爱神的律法 单单被真理塑造 修剪吗 让我们向神祷告 祷告说 我要渴慕你的话语 你的真理 帮助我提升 对你话语的渴慕 我们一同 为自己来祷告 所以从来到你变成 就像你顺利 我们没有只是把你的话 摆到你眼睛 抓 抓 我们从来依靠的 就是你的聪明 我们依靠的是 我们从内心的 从专业的计划 来做决定 律力的神 从来帮助我们 更多来依靠的 是你真理的话 然后更多依靠的 是你真理的带领 再让你说 我会实在 这个律法 参照的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主要是 我们更连成为 那有福的人 谢谢你 赐下你的话 在百姓的中间 你你的话 是我们生命的良 不用你的话 是我们灵魂 得以被喂养 出行我们 谢谢主 谢谢主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父神我们仰望你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没有总是 把你的话 摆在我们面前 主啊 我们常常 倚靠自己的聪明 倚靠自己内心的 筹算跟计划 来做决定 怜悯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更多来依靠的是你 是你真理的带领 主啊 如同牧师 刚才所分享的经文 你说 唯有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 并咒耶思想的人 这人是有福的 主啊 我们愿成为 那有福的人 主谢谢你 赐下你的话语 在你的百姓中间 因你的话 使我们生命的良 唯有你的话 使我们的灵魂体 得以被喂养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读经时 不再是因着被规定而读 而是因着对神 你的爱和渴慕而读 在你的话中 更多来认识你的心意 让你的话语来修剪 塑造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的生命 更像基督 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圣灵 求你来光照我 神啊 当我到你 诗恩的宝座前时 主啊 你以慈爱来带我 你的话语 更多来吸引我 来帮助我们 增加我属灵的胃口 主啊 你也赐我智慧 能够读出亮光 主啊 你也给我渴慕 能够持守读经 让我昼夜 能思想你的律法 谨守着书上 一切的话语 使我的道路横通 一切都顺利 主啊 在密室中 也求你来修剪我 并且赐下那顺服的灵 使我乐意成为 你手中的工作 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第二个祷告 我们会不会只是 选取神的话语 当成座右鸣 当成心灵鸡汤 只选取好话 只为了祝福自己呢 或者我们是有敞开 在神话语面前 让神的话来修剪 塑造 装备造就 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呢 好不好 让我们带着我们的立志 带到神的面前 一起来祷告 祝福贓 我们是有敞开 一代祂的 祝福贓 我们是一代祂的 祝福贓 打赏 有敞开 一代祂的 祝福贓 一代祂的 内祂的 神 祝福贓 是的耶稣 我们赞美你 主耶稣 我们可目更多的来认识你 求你来救进我们 带我们进入主你安息的恩典当中 主耶稣 求你挪去我们心里的仇烦 使我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着亮光 有通达的智慧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在困难的当中看见希望 因为我要再一次的经历 主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对我们那真实的帮助 是的 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就在路上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担子叫在主你的脚前 因为主你的话语要来修剪 来塑造 来装备 来更新 来造就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单单的举手在神你的殿中 全然向你来敬拜 我要得着主你的安慰与更新 让我们的生生灵都被你的大能大大的充满 主让我们的眼光也是单单的来向着你看着你 让我们立志 我们将我们的立志带到神你的面前 一起来祷告 谢谢耶稣现在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再一次的感恩赞美你 是的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所赐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面 主啊 唯有你的话语能够喂饱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能够有智慧 能够去远离一切的恶道 远离一切虚空的事 神啊 谢谢你 你的手制造了我 建立了我 恳求主赐给我悟性 让我可以学习你的律例 让我能够更多的渴望在我的生命中 能够活出遵行你法则的生命 神啊 愿你按着你的公义来更新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可以荣耀你 神啊 愿你来带领我们 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 给我们亮光 让我们得着启示 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 使我们的生命就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 扎根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面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结果 谢谢神 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最后让我们向神祷告 我渴望常常思想你的真理 使我们的价值观 信念 生活形态 被真理塑造 使我活出蒙福的生命 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 爱你的话 我渴望常常思想 爱你的话 我渴望常常思想 爱你的话 爱你的天父 孩子感谢你 主要你赐下许多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追寻 主要恳求你帮助我们 不只是将你的话当作知识 而是要常常思想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生命可以追寻 我们要行出你的话 主啊 愿你的真理 来塑造我们的价值观 来塑造我们一生的信念 使我们的生命 好像耶稣一样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也有真理 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 使我们明白 你话语当中的奥秘 主啊 世上再有聪明的人 都无法了解 因为你的智慧 只为你所爱的儿女所隐藏 唯有信靠你的话 而得着圣灵光照的人 才能够明白 愿主的话 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 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将你的话语放在首位 主啊 你说你的道是活泼的 主啊 你也帮助我们 每一天能够有力量 有勇气来到你私人的宝座前 就是要让你的话 成为我们应时的帮助 主啊 你经常说 我要来喜悦你的法度 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主啊 求你让我经历 更多你话语的大能 常常提升我的信心 更喜爱你的律法 终日不断思想 使我在你面前 成为一个蒙悦纳的人 一天一天 能够成为更多 合你心意的人 这样的祷告 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主我们维持爱你的话语 不断的思想 被你的话语塑造跟改变 好让我们活出 你所要的形象跟样式 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神神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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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的耶稣 深深爱的耶稣 Oh 我爱的耶稣 深深爱的耶稣 深深爱的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的耶稣 深深爱的耶稣 Oh 我爱的耶稣